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先生 4月初的时候去美国 这个人来找他了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子 他是OpenAI的执行厂 他叫做San Ultiman 他说在两个人谈话的期间 San Ultiman跟他讲说 最近他们在想一件事情 要把怎么样把OpenAI 跟医疗结合在一起 郭台铭说他听完之后 他觉得如此一来 将掀起革命性的突破 于是现在郭平打算 把San Ultiman邀请到台湾 来进行演讲了 企业大佬接下来 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郭董说接下来 他即将掀起的是 精准医疗的庞大商机 世青请您上带来 企业大佬现在怎么看 精准医疗这件事情 对其实精准医疗 我们应该这样讲 我们大概在20多年前 人体的这个基因 大概都已经解码成功了 那只是说大家都去想说 那可能我的基因有什么样的缺陷 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病 可是过去的电脑运算能力 不是那么强 所以可能即便你这个基因解码出来 因为这个基因就像一个人 我们人体的使用说明书 那你现在科技发达了 有办法用高速的运算或AI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去判定用这个大数据 就去判定说你的身体的基因是怎么样的情况 然后比较容易得到什么样的病 进而做什么 现在不只是精准医疗 甚至要这样精准预防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他们对这个这么有兴趣 郭董他说功克癌症 要让基因医学落实在华人世界里 那苹果执行长库克说 如果有个装置 比你更了解你 其实他现在就已经有 像我们Apple手机 他就你输入你的体重 然后他就建议你每天运动量要消耗 要走几步 要消耗几克 对你身体比较好 其实他已经做到 他说如果装置更了解你 而且能发出警示的话 那对你会活得更健康 贡献会更巨大 那Google的前CEO他也讲说 他不只要做智慧装置 用AI还可以检测眼睛乳腺癌 准确率比人类的医生还要再准 所以你去看如果预防 我们都知道预防重于治疗 如果你可以先预防的话 那就不需要受那么多苦 所以你看2012年 我们的这个精准医疗 大概65%还是花在治疗上面 那35%才是在预防 可是到过两年了 可能就51%是怎么样 才是治疗 那高达49%是用在预防上面 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预防的话 那其实对人体的健康 我们不讲别的 起码你不用受那么多的苦 所以这个商机的确是存在的 那目前已经开始在做的有哪些 我们举一个例子 因为例子太多我们就举这个肠胃镜 大肠癌 因为大肠癌其实也是癌症里面死亡比率算蛮高的一个 大肠癌我们先知道目前一年了 花在治疗他身上烧掉我们健保150亿 那所以医生说如果你能早期的发现说 因为大肠癌通常都是有一些这个线性肿瘤 线瘤 如果你能侦测到的话 越早侦测到其实治愈率是越高 所以这个侦测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说大肠镜 如果你加AI每秒30张的运算 这什么意思呢 我我是没有照过大肠镜 但是据说照大肠镜就是一根管子 从你这个嘴巴进去嘛 然后他在绕的过程 他其实同时就会去比对 用每秒30张 去比对正常人的这个大肠长什么样子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边绕的时候 我就边照 那边照的时候 我就边我现有跟我现有的资料库 去做大数据的比对嘛 比对出哪里有问题的话 马上就可以判别出来 这个等一下我们有图片跟大家做说明 就可以揪出怎么样 高危险性的隐藏息肉 再来就是说 为什么还是人类会有一些缺点 就是说你不同的医生 敏感度差很多 你一个这个当30年的医生的经验 跟一两年的医生经验 也许一两年医生他看这个 他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30年的经验的医生 一看就觉得这个有问题嘛 所以你看到什么 你如果用AI的话 拜托AI里面存的图片 可能是数以亿计的这个图片来比的话 一定比不管你几年的这个经验的医生 比他还要更有经验嘛 所以就有望怎么样 你凭这个侦测的落差 那再来就是说你如果早期预防的话 就可以降低很多的成本嘛 所以政府应该思考你要给付什么 智慧筛检的工具嘛 就是这个比如说可抛弃式的这个肠胃镜 这种东西嘛 所以你去看这些都是传统的这个肠胃镜的工具 你如果再搭配上AI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大家不要吓一跳 这我们每个人体人体的大肠嘛 那这个叫大肠气势 修气的气势 其实他就是你的肠道 就会出现一个洞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洞 就是可能你水果吃太少了 然后肉吃太多 所以没有什么在蠕动嘛 那没有在蠕动的话 你在比如说排便的时候 你就会用力 那你的肠子受到压力的时候 它就会怎么样 往外去凸 就往外挤嘛 那就是你的肠子就会出现这种一颗一颗的 很像席肉 但是从肠子内部看 它其实是一个洞 这个叫大肠气势 这个不一定会致癌啦 可是它会发炎 那发炎的话 其实你人就会不舒服 甚至会致死 那这个图片ABCD四个 大家看左边就是肉眼看到的样子 医生看到是这样 那右边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红红绿绿呢 就是电脑它去判读 电脑它同一时间 我们刚才讲一秒判读30张 那你如果待一分钟的话 那更多张嘛 它去判读说它感觉这里有问题 那你人的肉眼看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 可是电脑它就告诉你这里真的有问题 那这个B是盲腸的息肉 那你肉眼看你不一定看得出 这有什么了不起 尤其是我们不是医疗人员 我们就看不出这是什么东西嘛 可是如果是电脑它用AI的话 它就告诉你说越红的这个地方越有问题 那这样每一秒他在看你医生在看的时候 你要去想照一次大肠镜要大概两三个 你不可能说医生边看 然后停在那里看老半天 也不可能说你不可能要求医生说 录下来你回去慢慢看 那不可能嘛 可是如果藉由AI同一时间边看边判读的话 那其实对医疗对医生来讲 这其实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将来的AI 我认为在这个医疗的使用上 应该会越来越多 OK 第一个辅助诊断 第二个他用一个big data 其实可以解决医生不管你是有十年经验 二十年经验 他可以累计好多好多医生的经验 马上给你做判读 好 精准医疗 其实精准医疗我们讲了很久了 接下来AI接下来chap gpt 现在灌入之后再接下来恐怕有机会能够事半功倍 国内哪一些厂商设断 对那我们刚才这样讲了那么多 就是最重要就是什么影像很重要照片很重要嘛 你才能去做比对嘛 那你要怎么样到人体里面照 这个比较方便 你不可能每个人都照胃镜嘛 所以就是这个3059华晶科 他底下有间子公司叫熔晶 那熔晶他做什么 他做这些这些最重要是这个可抛器室内饰镜 对告诉大家就是说 他的可抛器室内饰镜 目前是全世界出货量最大的 一年出货一百万颗 那你去想 这还是在没有AI的时代 那如果说将来AI这个越来越方便的话 他出货量应该会再增加嘛 那你他还可以怎么样 搭配他的这些诊断器材 尤其是大数据的影像辨识 所以你一边用这个可抛器室内饰镜 一边用这个大数据的影像辨识 来帮你做判读的话 其实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另外他的这个华晶科 本身就有做AI辨识 可以开发这个AI的诊断的医疗材料 就很多嘛 因为他自己车子就有做车用的AI镜头 那那个车用AI镜头是说我镜头看到了 我不需要传到车子的CPU去运算 我看到我第一时间就可以马上就做反应 这对CPU的运算可以减低他很多的这个功耗嘛 所以他有这个技术 你把它应用到医疗上来说的话 就如同刚才祝华讲了 也许他马上看到这个有一个问题的话 他可以马上帮你做处理嘛 比如说帮你做切除还怎么样 那另外他有做高速的这个影像感测 那AI 3D的感测能力 那这些啊这些能力 他的演算法甚至谁 微软找他 高通找他 亚马逊找他 Google找他 宏达电也找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国内算是影像辨识感测能力 算是数一数二的一间公式 所以华金科是这个概念股 那就是大疆 他有做这个基因分子检测的系统 就是刚才郭董讲的 那还有细胞疗法 特别是在肺癌跟胃癌的部分 那也跟加世达集团合作 开发这个AI的专科检验 精准用药的治疗的服务 这个也可以去做留意 那我们再看下面还有谁 下面还有常加智能 对 他跟医学中心合作 做这个训练AI 这其实就是深层式的AI 对 他AI不是自己会思考 我还是要强调 他是透过非常海量的资料 让他去做辨识 那他还有跟某个医学大学 开发这个AI的治疗系统 有在视网膜病变 心脏功能 肝硬化的AI模组 他已经开始在做了 那再来就是说瑞生光电 那开发这个判读的仪器 X光肌 那牙科的这个CBCT 然后以及这个胸腔的检测 那他大股东是谁 是群创 所以协助他开发这种医疗用的面板 用在医学的领域 所以国内大概比较纯的 这种AI医疗概念股 大概就这四档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 谢谢世昕 请回座 又上了一课了 所以精准医疗讲了这么的多年了 现在AI开始进来了 TrapGPT开始进来了 有没有看办法再引爆另一波的商机 这些是世昕觉得在国内 医疗 精准医疗跟AI相互交错合作之下 相对纯度比较高的 请我给您做参考了 下一段的节目我们要告诉您 最新大家都在找 有没有一些个股 现在从一些基本面 可以慢慢看出谁是今年成长股呢 怎么从整个资本支出来 找出未来刚刚起涨的成长股 休息一下 庆论告诉您